地上满是黑色油渍 经过的车辆纷纷小心慢行 但还是有一名骑士不小心滑倒了 事发在14号晚上6点 陶仁巴德和平路上 53岁的吴信南驾驶开着车 网接受路一段的方向前进 结果不明原因 车子突然渗漏出油污 导致后方45岁的黄性机车骑士滑倒 造成身上有多处的擦措伤 而这个路段比较狭窄 只有一线道 刚好又是下班的尖峰时段 因此一度造成交通混乱 警方赶紧到场协助指挥交通 也紧急找来环保局的人员清除 不过后续这名驾驶 恐怕也得要面临法则